干货却拿走,开店就赚钱 大家好,我是西安评论小吃培训的王老师 饺子家家户户都会做 但是要做的好吃呢 还有一定的技巧和讲究的 尤其是调炫和包饺子的手法 一个决定好吃不好吃 一个决定皮薄炫足没有面疙瘩 总之就是一句话 只有脉象还好吃 首先我们要准备 调炫用到的两个关键的调味料 一,葱姜花椒水 一,二,香料油 我们先做葱姜花椒水 准备花椒,生姜丝,大葱片 加水刚好淹没 先让它浸泡20分钟 让它慢慢出味 然后实际抓 把葱姜以及花椒的味 融到水里去 像这样,抓一抓 比直接泡出来的味更浓更足 抓出味后,锅里就要炸 这样我们的葱姜花椒水就制作完成 调肉馅用葱姜花椒水 一,去腥增香 二,使这个肉馅吃起来的口感更嫩 接下来我们制作香料油 小茴香六克 香叶三克,花椒三克,桂皮四克 八角三克,超过两个 记得一定要炸破 二百克四拉油 凉油下,以下香料 开小火慢慢炸,轻翻动 使这个香料的香味融到油里去 炸到香料的香味飘出后 离火出锅 油料不要封离,到碗中 加盖蒙凉后,香味更浓厚更好 接下来我们和面 两斤面粉,十克盐 盐了个面粉,先搅拌均匀 然后封刺加入四百六十个水 边搅拌均匀,边搅拌均匀 加完水后,面粉和水搅成这种蓄杖 然后挤压 边挤压,边折紧 边挤压,边折紧,以此类推 挤压成团的面,做到水锅 盆锅,然后把面拉出,揉到面锅 揉锅了面,你看 表面光滑,摸得很细腻 然后,封闭,饧面,四十分钟 趁着饧面的功夫 接下来,我们调制脚的旋 首先,我们调制一个大肉茴香旋 五花肉末,调入盐 味精,酱油 首先,抓拌均匀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 使劲搅动,调料子 肉末充分地融合 然后,逢次加入,我们泡好的葱姜花椒水 边加,边顺着一个方向 搅动 顺着一个方向,使劲搅拌 使葱姜花椒水充分地吃到肉里去 使肉馅上镜 葱姜花椒水吃到肉里后 你看,肉馅滩滩滩滩的 然后,加入我们蒙凉的下来油 还是顺着之前那个方向 继续搅拌 继续搅拌 肉末和油搅中油后 加入我们的小茴香 再次发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大肉茴香旋 制作完成 大肉茴香旋 调好后,我们调制一个三鲜饺子旋 三鲜饺子旋 三鲜饺子旋 我们用到的食材油 好,虾仁,鲜香菇,韭菜 首先调入我们的香料油 然后,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后,调入盐 再一次,翻拌均匀 今天,我调制三鲜饺子旋 只用了盐和香料油 调味很简单 滋味,突出,食材本身的鲜香 旋,调制完成后 面也行到时间了 接着,我们盖皮,包饺子 行到时间里面 我们首先压扁 然后用刀切成条 切成条 搓一搓,搓开 再纠成大小均匀的面筋子 面筋子最后,我们用手排一排 盖饺子皮 压扁,上杆上 推拉,推拉 盖圆,盖薄 剩下的,一次来推 压扁,上杆上 推拉 盖圆,盖薄的皮,你看 圆圆的,薄薄的 自己看一下,盖饺子皮的手法 推,拉,推,拉 饺子皮,自个转 圆圆的,变薄薄的 行,要所谓厚一些 盖好的饺子皮,你看 包饺子,拿瓶,刷圈 炫,炫耀足 磨光,磨好 然后,怼上去 上这个手,压住边 我中间,怼,怼到中间 这个手卡住 然后,捏口 一个饺子,制作完成 再来一个 刷圆 把圆抹平 然后,怼上去 这个手卡住 推,这个虎口来 撕镜向下 压住,把中间抵 一个饺子 制作完成 刷圆 炫耀给足 给宝 把圆抹平 然后,用大拇指 推上去 这个手卡住 朝里推 然后,用边 用大拇指的边 轻轻压住边 朝里面抵 一个饺子,制作完成 你看 制作好的饺子 这个饺子 都是大,耳朵小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做一个慢动作 大家仔细看 卷上足 抹平 然后 堆上去 这个手 打住 朝虎口 推 朝虎口 推 看见了吧 朝虎口 推之后呢 然后,压住饺子皮的边 朝中间抵 朝中间抵 一个饺子 制作完成 肚子大 耳朵小 其他的 一次来推 上炫 炫上足 磨平 堆上去 看住边 推到虎口 两手 用筋 一个饺子 制作完成 两种炫的饺子包着完成 我们准备 下水饺 盖水 下饺子 推动一下锅底 以法子 粘锅 刷盖 烧开后 点水 再次盖猪口盖 煮到饺子飘起后 再次点水 把饺子煮熟 饺子煮熟 捞入我们调好的汤碗里 这样我们的饺子制作完成 煮好的饺子 你看透过皮能看见炫 薄不薄 加开你看 皮薄 炫绿 饱含汤汁 特别漂亮 最后老规矩 总结一下做好饺子的几个点 一 调制肉炫实 加葱姜花椒水实 一定要拉捏好用量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如果加多的话 调出来的肉炫有点稀 上手不好操作 而且煮饺子时容易烂 二 调炫时 一定要注意调料的鲜通顺序 三鲜炫 是先调入鲜料油 再调盐 肉炫呢 是先调入鲜等其他调料后 再加鲜料油 三 包饺子时 一定要注意手法 一定要做到皮薄炫足 也就是肚子大耳朵小 这样卖相特别漂亮 今天的教学就在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学习 更多餐饮开店方面的技术 请持续关注我们 好 好